哈喽大家好,我是雪猫,这是我第一次站的这个视频,有什么老师要讲课的感觉 今天是给大家分享我在年中打折季中买了的一些服饰 还包括了一双鞋子,还有一些食品,那么就开始吧 首先第一件衣服就是我现在身上这一件 这一件衣服其实可能已经成为了淘宝的爆款 可能是哪个大牌出过吧 但是我觉得还非常好看,所以还是在淘宝上买了回来 但是我收到这件衣服之后,觉得跟我想象中有点不一样 我以为这个布料是用比较雪纺材质的,比较飘艺的感觉 然后并不是,它布料是比较硬挺一点的 硬挺的布料也有个优点,就是穿起来比较干练的感觉 那时候我看中的这个衣服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 就是它是绑带的设计,当然古往的不是特别的对称哈 这个绑带设计就给这个原本比较普通的一字顶的白色 上衣增添了一些优雅一些淑女的感觉 所以这些上衣我还是挺喜欢的 那么下衣服呢,是一件高腰的半身裙 这个我也是在淘宝店买的 这个裙子,当时我看中它第一眼 哇,我就好想赶紧把它买下来 因为它这个高腰加上这种绑带设计 显得整个人就更加的高挑 平常我下衣是穿26码 那么我现在买的是S码,就刚刚好 它后面有个拉电 如果穿上衣服太大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它这个绑带设计你可以把它绑紧点,穿起来是非常合身的 这种裙子我真的很喜欢 特别是跟那个上衣搭配起来 黑白黑,整个就觉得很简洁工的感觉 那么下衣部分呢,我就搭配一双这样的一个 低粗根的一双凉鞋 因为我现在衣服啊,裙子都是黑白黑 所以我就想搭配一个别的颜色的 那么我搭配的是这一个 有点像浅灰蓝色的一双凉鞋 加上它是一个小小的粗根的 粗根走起来就比较方便 其实我在平常上学的时候 99%都不会穿高鞋 都是穿一些平底鞋 甚至说运动鞋 因为我早上上学的时候 经常都知道很着急 我跑不跑跑去教室 但是当时我在店面试了一双鞋子之后 我就立刻把它买下来 因为这双鞋子穿上去完全不像高鞋 我穿了它,在校园里奔跑都没有关系 真的没有关系 所以这双鞋子我非常的喜欢 我是在实体店买的 就是我们家楼下的实体店 到时候也打折 这个鞋子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纯白色 一个是这个颜色 当然纯白色我看的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所以就买这双颜色 那么在首饰方面呢 我也会搭配一些 比如说这个手镯 这个手镯是澳洲的一个品牌寄给我的 当时候是寄给我了这么多 它包装挺好的 你看里面是绒布 还有个绒带子 是装这个手镯的 它除了寄这个手镯给我 还给我寄了个手表 就是这样的一块手表 我给你们上手试一下吧 好,那么这个手镯和这个手表搭配起来就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很好看 特别是搭配起来就非常好看 只不过 你们品牌就没有考虑过小手镯的感受吗 我觉得我手体系的就是这个大拇指和食指 就这样的一个宽度 所以他们这个手表表盘就比较大 然后这个手镯也比较大 它还有配一个红色的表带 我会把一个照片放在旁边 就是当时候我把这个红色表带配戴上去的一个效果图啊 我觉得是有点奇怪的 因为这个手表是金黑的 金黑配红也很奇怪 如果是金白配红的话 应该会相当的好看 特别是这个手镯我真的很喜欢 这个质量看起来就很好 比较分量的感觉 如果说你要买他们家手表的话 当然也是有个国际惯例的 就是有个85折扣嘛 卷毛你可以用这个折扣嘛 这个折扣嘛 忘记是在8月初过期还是8月底过期的 随便吧 反正什么时候过期也不管我是 我也不会拿什么回扣的 好我也把下一条衣服换好了 没错又是这件上衣 我为什么又把这件上衣拿出来说呢 因为它的确是在我打折的时候买的啊 而且实在是太多人私信 问我这件上衣的购买方式了 所以我一定要在视频中 直接了当的给你们说出来 我说在实体店买的 品牌是InShop 他们品牌没有光光起电店 也没有什么光芒 你要购买它唯一的方式 就只能去实体店 InShop他们家衣服 价位就大概是200多300多 然后又经常打折 我好像是在8折还是6折的时候买的 反正折扣下来就是100多 很普通 其实我也不用多说 之前在我视频中你们应该也看到过 所以你们就再看一下好了 那么如果说到视频搭配方面呢 接下来也是推广 我每次说推广 都觉得很对不起你们 我只要是推广 我都会在视频里面 直接跟你们说 对这是推广 如果我不是推广的话 你们就不要一直说我是推广了好不好 如果你们对我平常是接什么样的推广 还有接推广的一个流程是怎么样的话 如果喜欢的话 这时候请扣1 好那么其实他们家东西我已经带了一周多了 所以能很明确的给你们说 我佩戴他们的感受 首先是我在耳朵上的这个耳钉 你们看得出来吗 它其实是个人的侧面 这个耳钉我真的个人很喜欢 我甚至是我上周在学校连续戴了5天 这个质量说这一句 我觉得是在淘宝上 已经算是质量非常好的 更加价位也相对来说比较合适吧 项链 它是一个银色的珍珠项链 如果搭配一些V领的衣服 或者是更加深V领的衣服 应该会非常的好看 显得索补啊 或者是皮肤会特别的白 但是这个项链也可能是我个人主观上的原因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金色的 我是暖皮 我比较喜欢戴一些金色的首饰 因为这个银色呢 我觉得它搜索一半半 所以就你们如果要买的话 就自己考量一下 接下来最后一个东西 哇真的我超喜欢 我真的超喜欢 就是我现在手上的这个戒指 哇超级好看 特别是搭配上我刚刚的这个寿桌 你们看起来就好像 哇一家亲的感觉 它其实不是 它这个戒指是淘宝买的 然后这个拿下签 这个戒指我真的超级喜欢 其实平常我买戒指 我从来不会在网上买 因为我觉得我纸尾比较小 然后戒指这些东西呢 又不能说我要把它调节什么的 所以我就不会在网上买戒指 但是这个它是开口戒 开口戒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这样子 这样子吧 按紧吧 调紧一点 或是那个掰 掰大一点 都可以 这个戒指这个价位 我觉得很合适 这个还是四十多块钱吧 我多说一句啊 就是当时我教你们家推广的时候 一开始我不是很想戒的 但是后来就跟那个店主聊了两句 我觉得 这个店主真的太好了 因为什么 因为当时候我们在说 如果这个东西是真的好的话 我在视频中直接跟我的观众说 如果不好画会直接说出到缺点 然后他回来说什么 他回来说 没有关系 您直接说 直接实话实说 哇 他对他们家的产品 这么有信心吗 我们接下来要换下一套衣服 好的 下一件衣服我已经画好了 就是我身上这一件 其实就是我第一次买这种两件叠加在一起穿的那种假两件的感觉的那种衣服 和我想象中有点不一样 它是可以分开 分开单单的搭配的 我先说外面这一件 外面这一件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件吊带的连衣裙吧 长度就是到大腿中的地方 如果说单穿这一个的话就觉得有一点大了 单穿就有种比较正式的感觉吧 如果说我把里面这件普普通的这个七分袖的这个针织衫穿在一起的话 就有种比较少女的感觉 但是现在真正30多度 你让我这个加这个这样子穿的话就真的会有点热 比较适合春天或者是秋天的时候穿吧 它这个衣服两件分开都是一件非常好搭配的一个单品 其实我当时我买这衣服 我是看住它里面这一个 它这个质量好好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从身体中看出来 它质量真的超级好的 很柔软 是一件很贴肤的一件普通单瘦百搭的一件单品 等我穿上身之后呢 我就觉得有个地方做的不太好 就是它这个肩膀这个部分你们看到吧 它这个肩线是在这个地方 但是我的肩膀是在这个地方 你们看一下 两边都是 就觉得穿起来很奇怪 我的肩膀也不算是很宽那种啊 它这个就设计的就有点点这样子 就觉得有点奇怪 这也粗起来 如果我这件事要单穿的话 我下身会搭配一条裙子 这条裙子其实你们在我之前的穿纱视频中也出现过的 但是我看到它的确在年中大厕的时候有打折 就是这条半身裙 这条半身裙我穿优衣库买的 那时候我买价格是199 然后我在年中大厕的时候 看它只用150多 嗯 对 这种上衣配上这种简单的裙子 再加上有点跟的鞋子 整个人就会觉得比较干练 我同学看我穿这样 他就说我很像做老师的 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我就不上身穿了 因为它有点透 你们看到吗 你们也能看到我的手 哦 在视频中看不到 反正就是它有点透 然后我现在一时没有找到过我胸 所以就不上身穿给你们看了 如果我有拍什么图片的话 我把它放在旁边 这件衣服收到后和我想的那种有一点不一样 就是它布料 你们看到它布料是那种 听到吗 那种沙沙沙的声音 就很像那种雨衣的布料 就 当然它不是防水的 它只是雪纺那样子 我以为是那种比较硬挺 或者是纯棉的布料 就有点和我想的那种不一样吧 这件衣服穿起来就是一字领的 我当时候试穿过 它穿起来不会太紧也不会太松 当然你抬手臂它是会往上动的 这个都是一字领比较普通的毛病吧 袖子部分是当时候我看到它就很想买的 就是 有点点喇叭袖的感觉 长度是在差不多到这个地方吧 因为我其他的一字领的衣服呢 通常都是到这个地方 没有说超过了手肘这个部分 所以到时候我就买这件衣服 那下件就是我现在身上这条裤子 这条裤子我带 基本上我挂了整个淘宝 我就觉得这条裤子 比较符合我内心的那个要求 它价格也的确很便宜 我当时候看重它一点 就是它旁边这种开叉的部分 如果你搭配一些有一点点根的鞋 就显得你腿有更加的修长的感觉 然后它有两个颜色 一个是白色 一个是黑色 然后还露了一件衣服 就这样的一件T恤 它底色为深蓝色 可能视频中有点色差 字体为红白颜色 写的love yourself 爱你自己 我很喜欢红色的字体 加上了深色的衣服 那么我买的是S6 刚刚好 真的是刚刚好 因为我当时候打折了价格 买到这件衣服简直是超值 它质量超级好的 很柔软很贴肤 好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说的 所有的一些我在年中大处 打折机中买的一些衣服 还有鞋子 还有一些食品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到这里 要结束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 拜拜